要講解比賽 打完了也沒什麼好講解的 那個要看當下講解也比較好看 打完了大家都知道結局了 沒什麼好講解 K-NES有機會回G2嗎 我不知道他們內部狀況是怎麼樣啊 如果你要我猜的話啦 我在想 他有可能是想扛大哥的那種位置 可是問題是有Niko在前面 他根本沒有辦法扛 又或者是他真的就是狀態不好 所以才被放到二軍 我不知道 我沒有研究 但據我所知他是狀態沒有到很好 所以才被下放 而且他好像心態 就他好像很容易沒有心態吧 所以他可能在心理輔導還怎麼樣 我不太確定 但我知道的是他可能狀態沒有到很好 K-NES已經被下放他也可能轉匯費太貴 不是 你要知道喔 轉匯費再貴 就算真的他很猛也會有人買 那為什麼人家不買 就是他不猛 他就是現在就是不是最頂的你知道嗎 以S加是最頂的來講 以Simple比特這種S加的選手來 他頂多在S- 或是S而已 那你可能連S加的邊都碰不到 可能要跌到A去了 那可能就不是最頂的 不然不然你這樣講 對不對 一些NBA很猛的選手 假如他轉匯費很貴 還不是有人在挖 找他來當大哥 賺點門票錢還什麼的 他就是不夠 就是狀態沒有到很好吧 就是以他的狙擊槍來說就好了 因為他以前G 老實講G被改之前他是真的很強 我覺得他真的很頂 他搞不好封起來 Simple也不一定會贏他 就是以狙擊的氣勢來說啦 大家都知道G 現在狙擊槍Simple是最頂的嘛 對不對 那搞不好沒有被改的時候 K-NES搞不好有機會 對不對 有機會 有機會 可是他就是被改了之後 他就直直落 那也沒辦法 狙擊被改什麼 好像是開鏡的時候 以前開鏡走速比較快 還是蹲著走 不會改變速度 所以那時候狙擊槍就很猛 然後之後就被改了 一個隊友不能養兩個王 對啊 要不然就是這兩個人 這兩個人都沒有什麼要競爭的意思 就是單純想拿冠軍啊 有時候就是有些人會不想聽誰的摳 或者是不想跟他 就是單純不想跟這個人 不想跟這個人 就是爭爭那個位置 就有一個 另外一個聲勢跟我差不多 我不想跟他同一場 就不想 有些人好像會這樣 NBA就很多啊 NBA不是以前就會有嗎 就是誰跟誰幹你媽媽的 就是不會 就是相處的不好 不想跟他討論 不想跟他溝通 這個也沒什麼好看 第一場 第一場單純就是 Navi打得好 說實在 就Simple很扛啊 他還沒半場 他已經打了15隻 基本上一局都打一隻 一隻多一點 換邊之後 更那個啊 就更看得出來 在Navi這邊 打的就比較好 而且這一局 而且這一局 Hunter整個熄火 對不對 打到10比13了 他只殺9隻 因為畢竟表哥是指揮嘛 沒話講 Niko就是來扛槍的嘛 啊你剩下三個人 就是把分類事情做好嘛 該你補槍 該你頂的 你要頂得住啊 但是他們三個人 會輪流落賽啊 在輪流落賽的情況下 你像這一局 阿嬤就打了27個 這一局 阿嬤尼克就打得很好 啊可是 Jax跟Hunter就 就基本上是沒什麼作用 然後Nuke這邊 其實G2也算會玩Nuke的隊伍 只是可能沒有像Navi這麼猛 不敗 你懂嗎 G2也算是會打Nuke 只是他們可能 沒有像Navi這麼強 就打Nuke這張圖 就一定贏 就是100% 至少在這一年 可是G2也算會有在 應該說Nuke這張圖 算在G2的口袋名單裡面 所以他不是不BAN 是他們也會打 而且他們覺得 我們也不可能輸 就像打漏一樣 你知道對面很猛 例如說那個什麼 那個 那個踏踏那一隻叫什麼 那個中路那個法師 有些人就是會放他出來 給對面選 他們就覺得反正 他出來也不是什麼威脅 我們就是有陣容可以打死他 大家知道這隻角色 現在還是很強 就是會有人不BAN 他覺得就有點像那樣的感覺 就是我們的陣容 不會輸他們 而且我們知道怎麼打 就有點像這樣子的感覺 所以有些人會說 G2怎麼不BAN Nuke 有在看的都知道 G2也不是不會打Nuke 就他們也會打 但只是可能沒有像Navi Navi會全勝是因為 他們最近狀態真的太好了 真的沒得打 他們的狀態最近來講 他們整個隊伍的狀態 真的太好了 然後又剛好遇到這張圖 這麼好的狀態 他們要怎麼輸 就這個遊戲有時候 就是結果論你知道嗎 就是這個人在多殺幾隻 每一局多殺一個 或者是在哪些局多殺幾個人 搞不好我們這場早就結束了 但這就是結果論 就是你會看他擊殺數去 對他這個人有評價 因為畢竟這個OB不是 你可以自己選的嘛 你不能一整久都看那個人在 在衝三小 可是有時候你就只會 就是看 看了殺敵數 或者是看他ADR 就可以知道這個人 到底有沒有在做事情 就像昨天 這一把的Armanic 就是他沒有做事情 那把G 就有點像望遠鏡 就好像在賞鳥還是在幹嘛 他拿了那把G是望遠鏡 然後拿了 他也不知道要走去哪裡 他好像就 他有點 好像在放空還怎麼樣 我也看不懂他在幹嘛 OB有tag到他的話 他就是拿著一把G然後就架著 人過了他好像 也沒反應過來 可能就是漏了一隻過去了 第二隻跳過去他也還是沒反應 還不開 就他好像不太狀態內 就可能心態問題吧 他可能真的太緊張還是怎麼樣 我不太確定 昨天這兩把NICO都算打得很好 這沒話講 兩場加起來應該打的快60隻有了 你也不能怪他 他那個砲槍 那怎麼樣 幹你啊 老子前舉扛的不是扛 能打到這裡不是老子扛的嗎 對不對 你要怪他嗎 那也不能怪他 應該要檢討那些 其他三個人 或其他四個人 或是整隊一起檢討 對不對 你不能只怪他 整個隊伍又不是只有他 要比單兵 幹你啊 我也不覺得NICO會輸啊 對不對 你今天CSGO是一打一的比賽 就一對一而已 我相信NICO 不可能輸 他單兵能力這麼好 定幹這種局面 看CS人看多了就知道了 很多比賽很多隊伍都被定桿過的 我還看過15比1被定到15比15打OT輸掉的 這也不是沒看過 14比1換邊幹你啊 誰被定整局的 也不是沒看過 對不對 直接定到OT 再跟你打還贏 重點是他們 打完了他們還定桿 定回來還贏的 這都有看過 就像你們看low 三並贏怎麼輸 還不是輸 哪有不會輸的道理 一定會有的啦 前面其實都 我覺得都打得不錯啦 就是前面幾局真的就是 有點靠NICO在打 就是算是NICO去給隊伍一點優勢 他可能一見面就是讓那一個人死 那一個人就一定要死 他們就是把把在武打4Navi 所以他們才有辦法把分數 可能拉得這麼開 可是到後面 畢竟你看 這個該把握住也沒把握住 NICO先幫你們打了一點優勢也沒有用 你有些局要把握了 你沒把握好 但是我覺得啦 這個比賽Navi贏了 也算是給SIMPO一個 一個一個那個啦 SIMPO很值得拿一座冠軍啦 真的啊 SIMPO很值得拿一座 但是我希望下一座 就是下一次換NICO哪一座 我覺得NICO也有資格拿一座 但就是他的隊友也要有辦法配合他啦 說實在 這畢竟是五個人的遊戲 真的要打 不如就開掛去打好了 直接去說五個 NICO已經錯過兩次了 也還好啦 SIMPO SIMPO還不是每年都在錯過 SIMPO每年呼聲都很高 還不是都會輸 你會覺得這種事情 選手自己要調適的好就好了 SIMPO才真的是 他的心態真的調整得很好 他每年都被吹他幾乎每年都拿第一名 就是不是隊伍第一名 是他是MVP的那種選手 可是他就是每年都被吹 然後就是大家都很挺他 可是他就是拿不到 他這個人就真的是很屌 他這個人就真的很值得拿一座冠軍 雖然他也有心態爆發爆炸的時候 但是人蠻難免會有心態爆炸的時候 來這邊請Hunter道個歉 也不能這樣講 有時候 這種事情就是選手自己要那個 選手要調適的 職業選手很重要的點就是 你要怎麼在 你狀況不好的時候 在那一局 就有辦法調整回來 你不能說 啊 狀況不好 我們下一局再調整 這不像LOW 這不像LOW 打五張 這打三張而已 這就是你要在那一局 就要有辦法把狀態調整回來 這邊 這邊其實有一個BUG 你知道嗎 這邊 這邊 這邊有一個BUG 就是現場的觀眾有點在偷包圍 就是他們的歡呼聲 讓電子哥有意識到說 好像 他好像錯過了一些什麼 那Jex一定知道嘛 因為他在摸人家屁眼 Jex一定知道啊 這邊就有一個BUG 你自己聽 這兩個OB帶到之後 觀眾的聲音 проб 那個震動 不要說聲音 光是現場那個震動 音量的那個震動 就有可能讓他感受得到 以前就有人在討論 CS的比賽有時候會不公平 就是因為有時候觀眾 會有這種 畢竟觀眾情緒亢奮的時候 也會叫一下叫一下的 我覺得有一定有影響到那個啦 但是他還是打輸的是沒錯啦 但一定會有影響到 就是觀眾的問題 為什麼不加強選手隔音 加強隔音沒用啊 就算他聽不到那是震動的問題 就是畢竟那個他們在巨蛋裡面 也是一個密閉的空間 你有那麼多人在叫的時候那個震動 那之前國外就有文章 就是有選手 有選手來講這種事情 就是就算聽不到 就算有玻璃屋 但是震動還是感覺到 就是很敏感啦 因為他們有時候 有些選手是會脫鞋子的 他是很接地氣的對不對 腳踏實地 他們是接地氣腳踏實地的啊 他們震動是感受得到的 除非今天是上海圖書館 這種狀況發生 連震動也沒有啊 大家都在滑手機啦 就算他們說有玻璃屋 一定會有差 但還是 就算聽不到聲音 還是會有震動的那種 那個問題 你還是知道啊 而且就算 更何況是 你看下面的人會有那些反應 你可能余光還是會有 會有感覺到 會啊 會有白噪音啊 我之前去打CSO的時候也有啊 我之前在打CSO它更狠 它是 一樣是玻璃屋 然後它就 在裡面放那種大聲弓 那種黑色音響 那種大喇叭有沒有 然後就放那種重低音的音響就 砰砰砰砰砰 然後就很吵 因為 那那個時候 好像沒有用RC 就是 你報位沒有辦法用RC 你知道嗎 你只能用內麥 就是CSO的內麥 或者是你用喊的 喊給隊友聽 你就只有這兩個選擇 然後 那個喇叭在你的後面這樣 因為那個玻璃是也小小的 就很小 那個很擠 很窄啊 就 小小的 然後它就那個喇叭在那邊 砰砰砰砰砰砰砰 然後真的很正 然後很吵 那時候的耳機 戴著你還是聽得到 我們還有 我們還有轉頭說 跟那個裁判說 這個可以小聲一點嗎 或是可不可以關掉 他說不行 因為那時候不懂 那時候第一次遇到這種 會有震動的 那是第一次打現場的時候 遇到 遇到比賽 有這種事情 因為以前在網咖打的時候沒有 以前打網咖的時候 你就是很正常的 打網咖 就比賽這樣 可是第一次遇到那個玻璃屋裡面有放那個 我們還會 還轉頭去問裁判說 這個是三小 可不可以關小聲一點 或者是關掉 好吵 然後裁判說不行 這不能調 這是主辦單位 就是這個就是這樣 然後那時候也沒有 也沒有discord 然後你只能 你只能帶自己的耳機 然後也沒有RC什麼都沒有 你要嘛就是喊給隊友聽 要嘛就是你用CS的內麥 你也知道CS的內麥 真的是有夠爛 那個聲音很糊 然後你只能用喊 打現場就是這樣 就是也是一定會有噪音 可是那個震動的問題 就也是有國外的選手來講過